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25号 欢迎来到方的言 我是方砖 咱们今儿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就是中国上海政府 拿出反侵略的劲头来 反万圣节 反cosplay 他们到底在怕什么 今天我们一帮忙来讲一讲 看看中国上海现在使出什么样 吃奶的魔幻劲头 在街头 疯狂的围追堵截这些 想参与cosplay的这些普通市民们 另一方面咱们也深挖一挖 他们在怕什么 有人说他不就是怕有些人 穿上大白的衣服 给大家来带来一些过去的记忆吗 绝不仅仅如此 他们怕的东西更加的深层次 咱们得扒开了 才能看到他里边的东西 咱们今天花点时间 给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也非常有趣 好 咱们话题从何开始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 万圣节是西方的节日 是一个西方的世俗化的节日 它跟那个中国全国抵制 那个圣诞节还不一样 咱们等会儿再说 万圣节在西方更多的是一种 有一种鬼怪 这种倾向的装扮 以下人为主 以药堂为主 而在中国不一样 中国因为没有这种普世的这种信仰 中国人也一直什么无神论 这么样的教育 所以在中国万圣节没有这个圣字 万圣节就是一场大型的全民cosplay秀 它并不是专注于以伴鬼吓人 更多的是以一些自己平时喜好的奇装异服 所以从这个来讲的话 中国理论上来说 对万圣节应该是最宽松的 人们往常打扮什么呀 什么哆啦A梦啊 什么超人啊 蝙蝠侠啊 类似于这种漫威的角色 还有一些游戏里边的角色 比如说原神的角色啊 星铁的角色啊 绝曲灵的角色 还有一些什么FF什么 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说了 都是把游戏和动漫和电影 主要这三块搬到现实生活中来 大家一起狂欢而已 但是今年中国可以说是即去年 就是那个我在上海中路 很想你那种cosplay 就看这图片 我们去年还播报了 这种之后 当时咱们就说 说今年可能要够呛 结果果然 今年这还没到正日子呢 10月31号才晚上节 10月25号 你看这个街上的警察 警员密布 不是那个警员 不是个大将军警员 是警察警 这个人员员 都是在这防范着 遇到玩这个cosplay的 上面直接带走 那你可以看这个画面 对吧 上面已经有这个人 被这个带走的这个视频 放出来 咱就不放声音了 最可乐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部分人穿的 就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呢 他会被直接劝反 不许这个穿cosplay 可是呢 有一些像这种 这种直接是穿着皇上 和格格的衣服 我觉得说实在的 在这种cosplay里面 就这种服装的衣服 就已经是特别 怎么说呢 特别low的了 对吧 皇上 清宫戏 皇阿玛 那会儿那个谁 张铁林啊 然后那个谁啊 那个嘴边上忘了 张国立 是吧 包括他们的 唐国强 这帮人 都是演烂了的 清宫戏演烂了的 这种奇装异服 又是中国本土的 清朝 你怎么能说 境外势力吧 对吧 顶多算一个外族入侵者 这种 不好意思 满族 现在还纳入 五十六个民族了 所以根本就 什么屁事都没有 就这也要管 甚至有网友 传出来消息 说现场 就是那个推特上 那个李老师 说现场有些人 不只说 让你劝反 你还不能穿着 这个服装 这个劝反 还得现场 把你服装给你扒了 我都怀疑 有些人 是不是趁这个机会 开游 因为有些 女counter 那个服装 他不能扒 本来就几乎 就没多少了 人们 咱们有一说一 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但是 他的这种爱好 在压抑的中国 是不多的 可以表达自己 爱好 喜好 兴趣的 这么一个活动 就被防成这样 当然有防的 也有没防住的 你看这个 这个更逗 这个是在上海 眼下 有人在这个什么 巨鹿街 就直接在身上 就穿 不知道从哪 因为大白的服装 很好藏 不知道从哪抽出来 换上大白 完了以后 在后面写上 众志成城 以词讽刺 中国之年的 所谓的动态清零 我估计这哥们 肯定被逮起来 下面有网友评论 我说这是 这是想使了吗 这是想吃子弹了吗 成是哪 成功的成 成为长成的成 成为长成的成 不是 哎呀 写错了 这文化水平 我真的 就这样 加油 加油 都知道 他什么意思 就是在嘲讽政府 中国政府 表面上 怕的也是这类人 当然他深层次怕的 另有其人 或者另有其事 那么好 我想说到这儿 有公众朋友们 可能会有 不同的意见 有人说 专头 要我说 就是去年 那帮玩万圣节的人 玩的太嗨了 你们公然嘲讽政府 你们一时爽 我们今年没得玩了 都赖他们 甚至就一算 都赖白纸运动 是不是 都赖这些人 这个观点 我是不认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就算 没有这批人 中国现在 进万圣节 进这些东西 它都是一个 必然的趋势 这个我去年 其实说过 只不过今年应验了 我们再来展开的 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你会发现 中国真正怕的 它不是这个人们的节 真正怕的 不是人们过阳节 它真正怕的 其中一个点是 人们的表达 自己的思想 这是咱们今天 非常要着重一下 论点的这一个 有人说 那怎么是这样呢 不是 你看 中国说 不过阳节 那你想 我想请问 那中国 你能不能不穿阳服 西装 今天习近平去 参加竞争峰会 他穿的也是 这个西装 你把习近平 给他换身衣服 特别换成长袍马褂 那场面 德云社了 他太喜感了 你或者换成 西来民族服装 你不换吗 你穿西装 你穿皮鞋 你坐西方的校车 对不对 你那飞机上 你习近平敢坐 C919大飞机吗 你不敢吧 你的飞机 不是还是国外的 质量靠谱的 都是进口零件的 这种好飞机 对 所以近西方 根本不是问题 真正的是 这个节日 它本身承载什么东西 你看有一些什么 五一劳动节 这也是国际的呀 它怎么不进呢 它承载什么东西 你看中国现在抵制什么呀 情人节不抵制 你发现了吗 情人节 这玩意儿 你怎么不过七夕 对不对 七夕也过 你怎么过七夕 你说不允许过 二月十四到情人节 为什么不允许 对不对 你会引发大面积 百姓的这种 所谓的反弹 引发群力之鉴 所以它不禁止 再一个 这个节日 比较的庸俗化 就是吃吃买买买 啪啪啪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政府 自然不会去 自讨苦吃 但是 到了圣诞节 则不同 其实理论上来说 最伟大的节日 在人类近代历史上 就应该是圣诞节 为什么 因为只有圣诞节 曾经在战争当中 让两个战壕里边 对面互相 哒哒哒哒的士兵 走出战壕 一起欢庆圣诞 我想当时是什么 应该是德军和法军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在战壕里边 走出来 我们今夜不打 好不好 只有这种文化的氛围 当然 圣诞节 也并不是 我们所信仰的 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 我之前在主书特级 给大家算过 耶稣基督降生 不在12月 我们根据圣经 是可以推导出来的 但是不管怎样 既然说 今天到了 这个习俗 到了这了 就把12月25号 是吧 当成圣诞节 那么 秉承这个文化 传统和习俗 那么人们在这一天 庆祝 庆祝什么 一个是庆祝 圣诞嘛 那圣诞带来什么 你怎么不庆祝原子丹呢 对吧 你圣诞是因为 它带来的是喜乐 带来的是和平 带来的是恩慈 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 是让人们 美好的东西 它不是带来 凶杀和暴力 所以人民纪念它 对不对 在中国除了傻逼之外 谁会纪念 毛泽东诞辰呢 没有吧 因为它带来的是 凶杀恐怖暴力和饥饿 对不对 所以说 现在中国政府 怕的就是 带有这种思想的节日 进入中国 它开始说 不过阳节 不过是煽动一群 红卫兵 煽动一群 网络议和团 煽动一群 这些太平天国的杂碎们 这些玩意儿们 来达成自己的目标而已 它怕的是这个东西 因为中国需要的是专制 需要的是统治 需要的是控制 然后这个病情 进一步往前推广 就论到万圣节了 说回咱们前段话题 因为万圣节 它承载的 它倒是不承载什么 喜乐和平这些东西 但是它承载的什么 它承载的是 自我表达的欲望 你仔细品 中国从年初到年尾 每一个节日 除了万圣节之外 几乎没有节日 是特别注重自己表达的 咱们随便捋一下 有可能有遗漏的 我遗漏的观众朋友们 在评论区告诉我 好吧 比如说年初春节 对吧 春节 元旦不算了 这个元旦迎新 春节 春节是什么呢 哎呀 庆祝和家团圆 吃饺子 过好日子 一年好不容易聚一次 有个人的表达吗 没有 或者主要不是 对吧 再往后清明 那不用说了 祭奠的 再往后情人节 情人节是表达情侣的 跟咱们说过了 然后还有什么节 三八妇女节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七夕 这都跟感情有关 再往后 如果六一儿童节 儿童的节日 对吧 都是一个具体的个体 然后吃顿好的 其实这些节日 你丫头在一起 除了儿童节之外 吃吃吃 还是这三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到了 我想想 六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 八一戒军节 九一开决 然后中秋 还有十月份国庆 你看 没有一个是留给老百姓 自我表达的 没有 唯一的是什么呢 到了年底 有两个 准确说是三个 但咱们先说两个 两个阳节 一个感恩节 一个圣诞节 这两个全都是 从万恶的 美帝国主义 成本来的西方 阳节 中国政府完全忘了 当年美国人是怎么 帮他们抗日 怎么牺牲的 这咱们就不提了 好吧 反正他们一直是 一直是这个调性 那这两个节日 充满了一些 感恩嘛 感谢嘛 除了感谢政府之外 感谢身边的人 这是政府不喜欢的 这也不让过 然后就是万圣节 对吧 所以看了这么一圈之后 万圣节 每个人抒发自己 心头所想 所谓的cosplay cosplay是什么 本质的精神是什么 就是幻想自己 穿上这些角色的服装 拥有这些角色的能力 幻想让人通过 现实的举动 动作 化妆 服装 道具 幻想自己拥有 那些角色的力量 其实没有 但是人的想象 是无穷的 然后表达出来 我喜欢哪个角色 就是我想变成哪个角色 就是我想装成哪个角色 这就是自我的一种表达 中国人压抑太久了 所以去年才有了 那个人那个 就是什么 路标 我在上海中路很想你 是不是 就是想白纸运动 那个事情 包括弄成大白 讽刺政府 这个屁用没有 它是耗费民脂民膏 整垮中国经济的动态精灵 是不是 以及那些摄像头 头上顶摄像头 路上走 嘲讽中国政府 全世界人均摄像头 最多的国家 用监控来监控人民 这都是人民内心 压抑了许久的正常反应 政府怕的是这个 因为表达这个东西 它是有传播性的 而且会 它会影响政府 所谓的修正 大家的集体记忆 你看现在这个中国 有些这个地方政府 中央就开始了 中央就开始了 不光是地方 地方比中央速度更快 他们就开始力度更大 开始宣传 当年所谓的这个动态精灵 是国家为人民好 我们都是自愿的 你做核酸是不是自愿的 你说是不是自愿的 你去家隔离 是不是自愿的 就好像那个贵州大巴 那个半夜那个事件 全都赶上去 然后翻车的事情 不是 都是这帮人自愿的 都活腻歪了 就好像这些人居家 差点饿死 都是自愿的 这就叫 历史是个小姑娘 随便别人蹂躏 都不是打扮问题 在中国别的国家是打扮 中国是蹂躏 给你玩成800个形状 完了以后 还给你拼回来 告诉你看 我们没有动过 中国历朝历代如此 到了今年中共这朝 只不过因为科技的发达 他赶上这个顺风车了 赶上顺风车 猪都会飞 所以更加的明显而已 这个过去的历史记忆 就像那些什么呀 嘴边文革 对不对 就像天安门事件一样 那是不允许质疑的 天安门事件 八九 只不过是因为太过敏感 提都不让提 而文革 你看习近平早就已经被给文革翻案了 一次伟大常识 摸着石头过河 哪有不准错路的 我们不是纠正了吗 这刚过去几年 2020 2021 2022 2324 才两年 两年就开始给过去翻案了 好歹你跟文革一样 等人死差不多了 你再翻案 不行 两年就开始翻案 所以观众朋友 让我们放眼看世界 这个地球上 除了北朝鲜之外 人家国家大部分 或绝大部分 包括中东的几个特别封建保守的国家之外 大部分国家都有自己的节日 比如说南美洲 对吧 不用提了 人家全世界几乎是最多的各种狂欢节 巴西 怎么样 逗牛 怎么样 都是狂欢节 OK 美国 不用说了 有一堆 日本 日本号称也是比较保守的 人家有自己的各种记 什么夏日记 什么什么元记 是吧 那个我不懂 然后还有什么白鬼夜行 是吧 我们以前玩那个阴阳师的时候 拿那个杂豆子 就从这里来的 打扮成各种日本传说中的妖怪 日本妖怪特别多 号称什么八百万众神 是吧 这咱也不提了 每个民族都有 包括欧洲对边 也不用说 都有自己 在一年当中 至少有那么一个阶段 尽情释放自己快乐 表达自己声音 这种感觉 你看那个画面上 这些日本女孩穿着和服 去捞金鱼等等 在漫画里 我们经常看到场景 以后可能在中国 就真只能在漫画看 其实中国古代 并不是没有这样美好的日子 你比如说谁 有一首词 里边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凤霄生动 玉湖光转 一路鱼龙舞 它后面就是那个什么 木儿人回首灯火蓝山处 就那首词 人家什么叫一夜鱼龙舞 你告诉我 什么叫鱼龙舞 那就是百姓自发的 像鱼龙闹海一样 那种热闹的那种场景 如果只有热闹 不算 那朝鲜强迫小学生们去 欢迎欢迎热零 中国让一帮小孩子 到长安街 欢迎欢迎 国庆的时候 那不叫热闹 那叫整齐和表演 真正的热闹 鱼龙舞充满了生机 每一条鱼 每一次跳跃 每一次翻腾 都要出自他自愿 而不是组织需要 而不是领导需要 而不是学校规定 只有这个才叫鱼龙舞 只有这个才叫 真正的民众的自己的快乐 中国人没有 以后只要咱们盛上当朝 就不会有 甚至他比不上胡允涛 比不上曾泽民时期 大概江泽民时期 我那会还在中国呢 我享受过这种 所谓的鱼龙舞 那会管得没那么宽 对不对 可惜咱圣上 就把中国人的路给断绝了 以后中国更多的比肩 可能你在我们节目中会听到 我们更多的就开始被迫 不是我想 是只能在北朝鲜 找到一些类似的这种事情 包括一些犯蠢的玩法 你比如说说题外话 你看这张图片 今儿我看一新闻 前段时间不是韩国的民间 发一些传单 曝光这个金正恩 他身上 他女儿身上那些名牌 还写上值多少银子 值多少米 发给朝鲜人 这次朝鲜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我来一周 乾坤大挪移 斗转兴移 又给你送过去 他开始贴上 韩国总统和他妻子的照片 然后上面标注 这些首饰值多少钱 你脑子觉得 是不是有点问题 是吧 你觉得是不是有点问题 对 没错 他有问题 金正恩脑子有坑 就是犯蠢的方面 真的特别的相似 你想想 你这叫什么 这都不能叫东施孝贫 这叫东施尿贫 你朝鲜是封建的 是专制的 是独裁的 你滥用搜刮 明脂明膏 咱们之前专门说过 是吧 朝鲜一个月工资 1.5美金 还是多少 有的地方连一美金都不到 一个月 折合 全靠黑市人民活着 那苦不堪言 但是你 锦衣欲食 这种奢侈品太多 所以你怕曝光 人韩国怕吗 你这是抢人家代言费 人韩国看完之后 自豪 你看看 我们国家不仅在经济上碾压你北朝鲜 我们在智商上也碾压你北朝鲜 哪怕你拿PSP点 韩国领导人的那些哼哼哈黑的画面 发出去 都比这有杀伤力 人家只会 韩国人民看完之后 只会当茶余饭后 嘲笑金正恩的笑话 拿这个当笑话看 智商堪忧 我不知道这是金正恩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 还是他朝鲜下面的官员亲自部署的 前段时间咱们不是说吗 说这个朝鲜军队 是吧 派到俄罗斯 现在已经被证实了 前段时间还有人说谎 怎么着 自己打脸了吧 现在证实了 确实到了前线 但是乌克兰方面说什么 说这帮士兵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 很难面对 很难怎么样 适应现在战争 所以怎么说呢 民众蠢笨如猪 确实便于管理 但是这样的民族是否有管理的价值 我一直做视频讲这些东西 我就是希望中国人不要被被迫退化得回 那个程度 中国人应该是独立自主 能够独立思考 能够自己迸发出适合在这个区域 这个时空 这个角度去生活的这么一群人 而不是被统一思想的这么一群人 但很可惜 这个国家现在向着我们都不希望的方向 大踏步的迈进来 这也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好吧 所以关于这个万圣节这次 拿反侵略的劲头反万圣节 也算是开了人类历史之先河 那我们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对于本期内容 或者有更多的有趣的现场的一些传闻 欢迎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